我们这三个礼拜看的是白先勇的作品 《金大班》的最后一页 这是1968年的作品 那么我这里写的是台湾的现代派小说 在670年代 就是台湾很重要的两个文学流派 一个是现代派 一个是乡土文学派 那么我们下一次的文本跟电影 就是黄春明的作品 黄春明我们一般都说他是属于乡土派 那么这两个派别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现代派 那么白先勇 大家应该都是听过他的名字 他鼎鼎大名 可能各位知道他就是他对这个昆曲的推广 那么他是出生于广西桂林 上学呢是上建国中学 还有台大外文系 他哪一年台大外文系毕业的 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 可能1960 1961左右 那么到了1963年呢 他就到美国去参加 Iowa 作家工作室 这个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呢 是University of Iowa 所举办的 那么我们台湾有很多知名的作家都去了 他主要是邀请第三世界的这个作家 到那边去写作 为他们未来的这个创作生涯 继续培养他们 那么白先勇的父亲呢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他是白从喜将军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任国防部长 讲到现代派文学的这个出现 我们就要提到这个国民政府来台湾以后的文学流派 在50年代 那么最有名的一个文学流派 叫做反共文学 这个反共文学呢 因为被贴上反共文学的标签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只是反共文学 没有什么好看的 但事实上 假如我们仔细地去看他们的作品的话 其实有些作家的作品还真是不错的 像江贵的作品 还有朱熹宁的作品 朱熹宁大家可能都知道 是朱天文姐妹的父亲 他们的母亲是很有名的日文翻译家 他们两位的作品 事实上是这个反共文学里面的佼佼者 那么什么叫反共文学呢 当然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在国民政府来台以后 几乎都是从大陆到 迁居到台湾的这些军中的作家 他们写的作品 那内容当然就是反共产党 所以有这么一个刻板印象的话 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文学流派没什么可读的 但我会建议大家假如有兴趣的话 看一看江贵跟朱熹宁的作品 那么在当时还有一批作家也展露头角 也就是一批女性的作家 很有名的像穷瑶 大家可能都晓得 没看过他的小说 可能也看过他小说改编的连续剧 那么穷瑶当年呢 就是非常的流行 几乎青少年男女都读他的作品 他的这个小说也改编成电影 改编成电影以后叫做三厅电影 什么三厅呢 就是咖啡厅还有客厅还有餐厅 这个也是一个刻板的印象 那么另外很有名的是郭良慧 郭良慧他当年写了一部作品 叫做心锁 就是心脏的心锁 就是钥匙那个锁 这个心锁呢 讲的是一个乱伦的故事 好像是一个小叔爱上了他的嫂子 还是怎么样 当年这个作品就被禁了 其实你去读那个作品的话 你不会觉得有怎么伤风败俗的 只不过是乱伦之恋 那现在这个描写乱伦之恋的小说啊 电影啊电视太多了 可是当年在1960年代 那是冒大不韦的事情 所以那个小说就被禁了 但是郭良慧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位女作家 另外林海英 林海英呢 是 也是中国大陆来台的 这三位都是 那么林海英 他在台湾的文坛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有一种有承先启后的这个 扮演了承先启后的一个角色 那么这个我们会在 我们谈现代派文学的第三周 我们来谈林海英 那么当时这个女性文学的兴起呢 主要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关系啊 因为这个国民政府来台以后 就禁止日文在公共的这个场合使用 所以报纸的当然都没有日文栏了 那么这个台湾的老作家都是用日文写作的 因为他们在日记时代长大 所以就封闭了 封闭了 结果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女作家 那么他们刚从 他们在大陆受过完整的这个 高等教育啊 然后来台湾 他们的文笔很好 那么文坛在呈现这种半真空状态的时候 那么这些女作家就有机会出头 那么当时很多的女性作家的作品 都是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就是喜欢阅读的作品 那么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国语文教育有很大的帮助 接下来我们看 那么现代文学派它的兴起呢 跟现代文学这个杂志有关系 那么这个杂志呢是台大 当年是台大外文系的一批同学 合办的一个杂志 那么白先勇是其中的领导者 白先勇甚至 因为没有钱嘛 办杂志很花钱的 白先勇甚至把家里 跟家里就是要金元 那么请他父亲给钱 然后来办这个杂志 那么那种热情 就是不光是写稿 还要花钱来办杂志 这个可见当年这批年轻人 他们对文学的这种热情 那么这个现代文学的宣言 那么现代文学是1960年3月开办的 那么它有一个宣言式的文字 我们一起看一下 就是说明他们为什么要办 现代文学这个杂志 我们不愿意为辩证文以载道 或为艺术而艺术花篇幅 文以载道大家懂意思吧 就是写文章是为了要承载道德思想 或是承载大道理 那么为艺术而艺术 就是一个相反的流派 就是我们写文章 我们写文学作品 不是为了什么大道理 我们不为人生讲什么大道理 我们就是为艺术而艺术 现代文学派在很多批评家来看 都是艺术至上的派别 但是他这篇宣言事实上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不愿意在这个上头 花口舌来做辩论 我们不想在想当年的瘫痪心理下过日子 那么现代文学派后来也被批判是 沉迷在过去 跟台湾的现实没有关系 但他在他的这个发刊词里面 就很明确地指出 我们不想就是沉迷在想当年的 这种心态之下 那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开创什么新的局面 我们得承认落后 在新文学的道路上 我们虽不至一片空白 但至少是荒凉的 新文学这个用词 现在没有人用了 在当年的话就是因为有新旧文学之争 所谓旧文学 大家顾名思义就是 这个古典文学 用文言文来写的文学 那么在中国的五四运动的时候 胡适就提倡新文学 那么就提倡用白话文来写文学作品 那么所谓的白话文 他们就认为是一般人民都看得懂 一般人民都使用的一种文字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新文学的这种用法 那么为什么他说 虽然不至于一片空白 但至少是荒凉的 要知道五四文学那个时候提倡新文学 但是当时的白话文呢 是在起步阶段 所以假如同学有机会 拿出比方说 这个老舍的作品啦 或者是像当时上海有新感觉派 像刘纳欧的作品 你拿出来看的话 尤其是上海新感觉派的作品 你会觉得他们的文字很别扭 有时候看了半天 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因为里面的文字呢 可以说是在实验性的阶段 就是白话文到底怎么写 难道老百姓用的文字 就是好的文字吗 那么当时有人提倡 要跟方言学习 有人提倡要就是到民间去 跟民间的这个乡下人的语言来学习 那么上海的这个新感觉派呢 他们就觉得 因为他们对西洋文学 尤其是法国文学非常感兴趣 还有对日本文学很感兴趣 所以呢 他们的作品里面 充斥了许多的词汇 或者是日文的词汇借用过来的 直接借用过来 看起来就是很别扭的中文 因为它是汉字 看起来是看得懂的 但你真不知道 有时候不知道那些词汇 是在说什么 那么另外呢 它会把外文 比方说英文或者是法文 甚至德文 把它直接的用英语 把它翻成中文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看到好几种不同的语言 掺杂在一起 甚至还有把直接把那个 把外国文字就放在里头了 那么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大杂烩的一种文字 看起来像是中文 但是读起来真的很奇怪 那么有机会的话 我再展示给大家看一段 那么现在我就稍微说一点 他说我们在新文学的道路上 我们虽不至于一片空白 但至少是荒凉的 就是当年的文学作品 不像我们看见的 现代派的作品那样精炼 因为最主要他的文字 还在实验阶段 会看到很多很别扭的作品 甚至沈从文在早期的作品 读起来都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到了台湾 这个现代文学的这个阶段 1960年代 他们的文字经过了 这个几十年的 这个等于是实验 到了他们身上 已经是非常喜恋的这个白话文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些女作家的这个白话文 都已经是可以当 我们写作范本的白话文了 这跟当年二三零年代的 这个白话文是相差很远的 他说祖宗丰厚的遗产 如不能善用 集成进步的阻碍 所以他并没有 完全的要抛弃 祖宗的遗产 他说我们要散尽 祖宗的遗产 我们不愿意 被莫为不孝子孙 我们不愿意呼好 曹雪芹之名 来增加中国小说的身价 曹雪芹大家都知道 写的《红楼梦》 就是千古之作 总之我们得靠自己的努力 就是我们也不能够 就是靠一本《红楼梦》 就是说我们中国文学 多么了不起了 我们现在要创造新的文学 我们决定试验 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我们尊重传统 但我们不必模仿传统 或激烈地废除传统 不过为了需要 我们可能做一些破坏的建设工作 Constructive destruction 那么这是现代文学的这个发刊词 好 所以因为他们是外文系嘛 所以在文章里面喜欢 加一些这个外文的词汇 其实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 翻译跟我们现代文学的发展 有很重要的关系 那么以后大家如果选修这个 比方说理事学老师的课 你们就可以知道 那么现代文学派呢 他的代表人物 他们都是 这个 都是台台外文系的学生 除了白先勇 有欧阳子 有王文心 有陈若曦 王文心还 还是 最近几年没有新作品 但是他的这个贝海的人 他写的小说叫贝海的人 被称为是 现代文学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 就是他在他的文字的实验 他的结构的实验 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品 陈若曦大家大概知道 他现代文学的阶段以后呢 他到美国 然后跟着他的先生 到了大陆 要回归祖国 为祖国做出贡献 那后来又失望的 就回到台湾 好 那么 这些 外文系同学 他们对他们 影响最大的一个老师 是夏季安 他是 他是现代派作家的 这个启蒙老师 他在台大外文系 教书以后呢 后来就到 美国去教书 那么 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弟弟 叫夏至清 夏至清先生呢 是我们中研院的院士 他是在 这个 哥伦比亚大学 教书 退休的 好 那么 白仙勇在他的一篇小说 叫做 《默然回首》 1978年的作品 他在这个作品里面呢 他就回忆 夏季安老师 他说 我记得他那一天 只穿了一件汉衫 一直在翻我的稿子 他的烟斗吸的呼呼响 我的心只在跳 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决 他把他刚写好的作品 拿去给夏老师看 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布 我的文章死刑 恐怕 我的写作生涯 要受许多的波折 因为 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 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 他的话 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 一包一瓶 天壤之饼 所以这个 我们这些当老师的 对这个同学的 这个表现 应该要 要这个多多的鼓励 你们未来假如 也有机会当老师的话 把这个白信用这个话 记在心里 夏先生却抬起头 对我笑道 他说你的文字很老辣 这篇小说我们要用 登到文学杂志上去 夏济安先生很重要 还有他这个 创办了这个文学杂志 这个刊物 他做主编 那他要用 这个 白信用的第一篇小说 就是他的金大奶奶 好 所以 夏先生对后进的 这个提息是不遗余力 那么等到我们 第三次的演讲 讲到这个 林海英的时候 会让大家明白 林海英怎么样提息后进 所以对台湾的文学 有非常关键性的 这个贡献 刚才提到 Iowa 作家工作室 那么 我们台湾很多知名的作家 诗人都到那边去 读过书 比方百先用 于光中 郑丑语 杨木 林怀明 雅璇 向阳 张大春 陈印珍 李昂 宋泽来 元穷穷 冬年 王真和 吴成 通通都受到邀请 去参加了 那么 这个Iowa 作家工作室的成立呢 其实当时的 主要是因为 当时的冷战的背景 就是在第二次大战以后 共产党兴起了 那么 共产党跟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就有非常激烈的这个对抗 那么 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呢 他们就 有好几个文化措施 要来宣扬 美国的这个民主文化 那么一个就是Iowa工作室 在那边 办的这个工作室 那么另外一个呢 大家不知道 晓不晓得就是 那个美国新闻处的 这个设立 在台湾 就是有 美国新闻处 那个时候是在 我记得在南海路上面 我在念大学的时代 经常去那边看书 因为原文书那边最多 那么这个也是 美国的文化 殖民的一部分吧 假如要这么说 在香港也有 在东南亚地区都有 那么它主要是宣扬这个 美国的这个 这个文化思想 当然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对我们当年这些学生来讲 就是有这么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图书馆在那里 不只是可以看原文书 还有这个 很多的这个录音带啊 美国的这种原生的这种 教学的这种 录音带啊 我们都可以去借来看的 那这对我们当年的学习 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尤其我们这些外文系的学生 要出国念书的话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 一个管道 所以一个有文化宣传意味的 这个机关 你你怎么去看它 你是不是批判它 它是一个殖民机构 还是说你就充分利用它 你就教育自己 这个所以很多的事情 就是你从不同的角度看 它有不同的意义 那么白仙有那重要的作品 包括台北人 就是金大班最后的一页 它的这个结局 里面有好多的短篇小说 还有寂寞的十七岁 还有默然回首 镊子大家可能也听过 因为它改编成电影 还是电视剧 这个讲这个 它的背景是 这个新公园 台北新公园 讲这个 就是同志 同性恋 因为台北新公园 有一段时间 变成是同志聚会的场所 那么这里面就描写 这个新公园 好像是同志的这个 一个乐园一样 好 述由如此 还有父亲与民国 白崇喜将军 身影集 这是写他父亲的传记 那么台北人呢 有应该有十部 十篇左右的这个作品 永远的银雪宴 一把青 游园金梦 碎厨 梁富银 金大班的最后一页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丝旧富 满天里 亮晶晶的星星 孤炼花 花桥荣记 冬夜 丘丝国葬等等 他里面的这个角色呢 几乎都是大陆来台的人士 然后在台湾 重新建立起 他的新的生活 然后又忘不了过去 所以经常会在 现在跟过去之间 他的意识会徘徊流连 那么这个就受到 很多批评家的批判 但我想我们这三个礼拜 我们会来讨论一下 回忆过去是不是 就你的心就不在这里 我们人是一个 有历史的动物 对吧 你现在活着 不可能没有你过去的回忆 那么你现在的你呢 也是你过去所有历史 加起来的总和 你今天你的个性 你的思想 你的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几乎是你过去所有经验 累积下来 给你等于是看世界的 一个 等于是一个 一个角度 让你去了解现在 所以 人的现在跟过去 事实上是难解难分的 所以这是我们这三周 要讨论的一个主题 好 叶石涛 就是我们乡图文学派 很重要的一个批评家 他写了一本 就是第一本 台湾文学史 叫台湾文学史 刚1986年出版的 那么 他就提到 他说 现代派呢 是流亡文学 他说 他们共同的忧患 就在无根的漂泊感 他们无法认同 这陌生的土地 也无从扎根 只能在回忆中 迷恋过去的荣华富贵 而逐渐凋零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批判 所以他们是无根的文学 活在回忆中没有现实 他说 来台第二代作家的 放逐主题和西话 都是远离台湾现实生活的 无根的文学 这个已经几乎已经变成是一个 标签式的批判 就是脱离台湾现实生活 它是无根的文学 但我们任何人 可能没有记忆嘛 是不是有了记忆 你就是无根 你就是脱离台湾现实 那这个我们可以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然后花点时间来讨论 尽管他们对元香的 幼少年时代的记忆很清楚 但在元香缺乏谋生的生活经验 来到这雅热带的新天地 他们的生活脱离了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 因此这块土地 虽给他们众多新奇的经验与印象 但他们还没有充分的时间 扎根于这块土地 所谓的土地 是不是真的要摸到泥土才是土地 我现在要问大家这个问题 是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应该 像黄春明一样去写台湾的乡下 其实黄春明也不止写台湾的乡下 像我们第三周要看的苹果的滋味 大家也会看到 这个黄春明描写 六零年代美军在台湾的情况 那么所谓的乡土文学 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写到 这个一把泥土才算乡土文学 所以土地是一个隐喻 一个象征 还是真正的泥土 这个我们也可以讨论 因为在1970年代 乡土文学崛起的年代 当时的这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 你要是一个描写现实的作品 你就是要描写台湾的土地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金大班的最后一页 是1968年的作品 那么它的故事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1947年国民政府来台的这个背景 也就是大陆丢掉了 被共产党占领了 然后国民政府就迁都到台北 那么 所以这是这一次的这个迁都呢 也引发了这个大移民潮 从中国大陆来台有大量的移民 那么在金大班的最后一页呢 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结构 就是双城的对比 也就是上海跟这个台北的这个对比 连接起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城市 这两个舞厅的就是金大班 好 那么这个小说呢 描写的是灯红酒绿中的悲欢离合人生 它当然除了舞女跟舞客的关系 还有舞女的爱情 那么讲到舞女的爱情的时候 那么就是两个很重要的角色 对吧 在这个小说里头 金大班我们的女主角 还有有一个珠凤 那么这两个 两个舞女 她们有什么对比 那么当年金大班爱上了这个年轻的男孩子 是在上海 对吧 那么珠凤现在是在台北 所以这个对比 所以很显然的是有意的一个对比 好 那么还有出嫁的舞女也有对比 对吧 一个是任代代 她是嫁给了这个红祥布庄的老板娘 她是变成红祥布庄的老板娘 她呢是在小说里面任代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 就是嫁得挺好的 是吗 先生还挺有钱的 她现在做老板娘了 就就是在金大班面前有一点 好像就是有一点 怎么说 就是有点炫耀 那么另外一位是吴魁喜 他现在呢 他也嫁得挺好的样子 可是他现在是信佛法的 就劝尽大班 放下屠刀立体成佛 那个意思 所以 一个是洋洋得意的 出嫁以后洋洋得意的 另外一个是 就是彻底的忏悔 自己过去害了多少人 这个害了多少武克 可能不知道有命 大概有家破人亡 就是因为 武克就是爱 爱这个 漂亮的女子嘛 那这漂亮的女子是 不是爱武克 是爱他们的钱嘛 所以可能为他们花了大笔钞票 然后 这个 钱也没了 然后 没钱了 那美女也不见了嘛 所以这个 他就彻底的 忏悔 然后要 他就要金大班 也要忏悔 好 所以这个也 这个对比 也是很明显的 好 金大班有两段恋情 对不对 也有对比 也是一个对比 一个是月如 月如是他上海的情人 对吧 他为他怀了孩子 然后 不得已打掉了孩子 很伤痛 第二个是 秦雄 秦雄是 在哪里的 在台湾 秦雄是做什么的 哪一位 看过的 嗯 他是海员 所以他很痴情嘛 他跟月如一样痴情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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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攒够了钱 要去金大班 结果 攒多少钱 好像七万块 还是多少万块 然后说 要金大班 帮他保管 他存够了钱 他就要娶他 结果金大班 心都凉了 所以后来 后来就决定 要 要嫁人了 金大班 但不是嫁个秦雄 是嫁个一个 有基础的 一个 英识的商人 退休了 孩子也大了 他 但是呢 很大手笔 在阳明山 买了一栋房子 一买了就 就摆在这个 金大班的名下 所以这个金钱 还是这个 未来生活的宝藏 好 那么 白先勇的 他的创作的手法呢 非常有名的 就是所谓的意识流 那么这个意识流呢 是 我好像提过 是吧 就是意识流 其实 是受到 一个法国哲学家 叫伯格森的影响 我提过吗 没有 我忘了什么时候提过 就是伯格森知道吗 就是写创造进化论的 一位作家 那么 他这个 他探讨人的意识 下意识 就是他认为 人是所有 一个人 他是所有 他过去到现在的经验的 一个组合 所以 人在 某个时机 可能 他在过去的某一个经验 会忽然因为 某样的 这个 某一个东西的触发 而引起他的 过去的回忆 所以他对现在的观感呢 会受到 他过去的 累积的经验的影响 所以他在看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看 当下的这个现实的时候 因为每个人过去的经验 累积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回忆不同 所以我们看当下的任何现实的时候 都会受到个人的这个 过去的经验累积的影响 所以同样的事情 我们看见的 这个 面貌可能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 一个事实会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我好像第一次上课就提到了这个 就是我们人的perception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 对现实的理解的问题 是受到你的过去的经验 你过去的成见的影响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所谓意识流是怎么表现 假如有 这个两个东西有个双引号在这里的话 因为我前面已经有一个引号 但你们看小说 就是假如他有个引号 两个东西有个引号 那就是金大班 他的直接话语 现在呢 没有引号 但是有个金探号 所以我们知道 这应该是金大班的 他的话 但是没有说出口的话 金大班 他就骂人嘛 因为刚才是跟这个 大概是跟酒店的经理生气 金大班走进化妆室 把手皮包 呼啦一声 摔到了化妆台上 一屁股便坐在一面 大化妆镜前 狠狠地催了一口 这个是叙事者的话语 好个没见过世面的赤老 赤老是上海话 骂人的话 就是他骂那个 刚才跟他有口角的经理 左一个右巴黎 右一个一叶巴黎 说起来不好听 白勒门里那间厕所 只怕比叶巴黎的舞厅 还宽敞些呢 所以他的意识 突然间跑到白勒门去了 白勒门是他上海 当过领班的一个舞厅 好 同德怀那副嘴脸 在白勒门掏粪坑 未必有他的粪 这骂得挺凶的 然后就现在又是叙事者的话了 金大班打开了一瓶巴黎之夜 往头上身上先乱洒了一阵 然后对着那面镜子 一面端详着发起争来 看着镜子 然后巴黎之夜 真正眉头出足 眼看明天要做老板娘了 还要受这种烂乌扁三 一顿秒气 这个 这也很显然是金大班的话 自由间接话语 金大班经不住摇着头 颇带感慨地 虚了一口气 那这是叙事者在描写他 在风月场中打了二十年的滚 才找到了个户头 也就算他金照例少了点能耐了 这又是金大班的话 当年 百勒门的丁香美人 任代代下架绵纱大王 攀老头而攀金融的时候 他还刻薄过人家 我们戏丁香好本事 掉到一头千年大金龟 又 又 讲当年 他的思绪 是 不断地 在现在过去 不断地回荡 其实潘老头而 在他金照例身上 不知下过多少功夫 花的钱 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坐了 那时贤人老 又贤人家有狐臭 才一脚踢给了任代代 他曾经对那些姐妹 他夸下海口 我才没有你们那样恶嫁 各个去捧棺材板 捧棺材板的意思就是说 嫁一个老头 他死了 你就有棺材板了 有送中的钱了 可是那天在台北碰到任代代 又回到台北了 坐在他男人开的 那个富春楼绸缎庄里 风风光光 赫然是个老板娘的模样 所以他不断地 在过去跟现在之间 意识流荡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 那么在八十三页 他说 虽然说小红美比起他玉冠英金照丽 在上海百乐门时代的那种风头 还差了一大截 可是台北这一些舞厅理论起来 他小如意也是个拔尖货了 就这个小红美 很显然就是小如意 他的花名 好 当年 他又想当年了 当年数遍了上海十里洋场 大概只有美高美 五虎将中的老大 吴喜葵 还能和他唱个对台 所以吴喜葵是另外一家舞厅的台柱 大家都说 他们两人是九天瑶女 白虎新转世 来到黄浦滩头 扰乱人间的 OK 好 所以现在呢 他看到这个小如意 他想到的是当年的吴喜葵 想到的是他们当年在上海的风光 好 那么第三段 我们看的是 金大班 快要离开了 然后看见一个年轻的男孩子 我们看看这一场 他要教他跳舞 因为男孩子很害羞 说不会跳舞 那金大班说 没有关系我来教你 这在85到86页 他就是这个年轻男孩子 他并不敢贴近他的身体 只稍稍搂着他的腰肢 生硬地走着 走了几步 便踢到他的高跟鞋上 他惶恐地抬起头 甜甜地对他笑着 一直含糊地对他说着对不起 雪白的脸上 一下子通红了起来 好 金大班对他笑了一下 很感兴趣地瞅着他 大概只有第一次到舞厅的嫩角色才会脸红 到五场来寻欢 静也会脸红 那么这当然是金大班的话 因为近 是他的语气 大概他就是爱上会红脸的男人 这也大可以说 大概我就是爱上这个会红脸的男人 那天晚上 所以从这个男孩子修红了脸 他又想到了上海的月如 那晚月如第一次到百乐门去和他跳舞的时候 修得连头都不抬起来 脸上一阵又一阵地泛着红蕴 OK 好 读了这一段好像也是我见有脸 好像这个男人看女人红脸一样 这个金大班因为他是花月场中打滚的 看见年轻男子 害羞啊 他简直就像 就是角色有一点互换了 有没有感觉到 好 那么 现代派的作品 那么白先勇的这个台北人 几乎都是类似的 就是两个城市 上海跟台北 或者南京跟台北 或者是 中国的另外一个城市跟台北 大家落脚的地方都在台北 所以叫台北人 那么台北的舞厅当然没有泥土了 但是不是也是台北的现实的一部分 好 那么 改编金大班最后的一页 这个导演呢 叫白景锐 他也是大陆来台人士 他出生在辽宁 在东北 他后来到这个意大利的电影实验中心 学习电影 1964年 他回到台湾 就进入中影工作 是当年这个所谓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 好 健康写实主义的电影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白景锐的健康写实作品呢 包括《寂寞的17岁了》 《今天不回家》 《家在台北》 《还有女朋友》 这些 这个 一般的就是说 我们说的主流的健康写实电影 是描写台湾的乡村 但是 白景锐呢 就把这个场景带到都市了 那么健康写实电影呢 是受到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电影的影响 那么 在五六零年代的意大利呢 这个流派的 电影的发生呢 是 主要是要揭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贫穷 还有落后 还有犯罪的这些黑暗面 在台湾的这个健康写实电影呢 是1960年代 稍微晚一点 那么 主流的这个健康写实电影呢 都是描写 台湾农村的美丽跟光明 那么这种主题呢 正好符合 就是国民党 当时推行这个农村改革的政策 还有 这个社会教化的这个精神 而且这个健康写实电影是 推行国语的 当年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推行国语运动 所有的 日文是禁止的 在公共场合禁止使用 闽南语禁止使用 所有的方言都禁止使用 像我们是广东人 我父亲是客家人 所以 客家化 广东话 还有 我先生是三动人 他的三动话 任何的方言都不准用 只能用 这个国语 那么 当年我记得就是 你不小心讲了方言的话 要罚钱的 罚个一毛钱 两毛钱 对小朋友来讲是很大的钱 那你的零用钱就没了 所以不只是闽南语被禁 所有的方言都被禁 那么当年 当然就是因为 各地 我们说的什么 中国有35省 各地的方言都不一样 没办法沟通的 那么推行国语 当然是一个不得已的 一种必要的政策 事实上 任何国家都要推行 他们自己的国语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对统治来讲 是非常必要的 这个我想任何的 政府都要做 都做同样的事情 台湾的政府并不是唯一的 那么台湾的健康写实电影呢 最早是理型导演 他开启的 那么1963年 他就有两部代表作 一部是《柯女》 1965年呢 有《养鸭人家》 你一看这个题目 你就知道 他是写乡下的 好 我们来看一段 《柯女》 大家看一看 健康写实电影是什么样子 然后大家 就有一点感觉就好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讲的什么语言 国语 在乡下种科的 讲国语吗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养鸭人家》 好 一看就知道是 这个政府官员 来推广 这个 要改良压种 那么 所以在这两部影片 我们看到的就是 乡下人都在讲国语 这个 假如说是 真正是写实电影的话 这一点都不写实 对吧 然后 它的一个 重要的目的 也是要推广 要改良农村的 这个生产 好 那么在当年呢 这个 有这个健康写实电影 还有 琼瑶的三厅电影 还有 黄梅吊电影 还有 武侠片等等 这种 通俗品味的电影 那么像 白景瑞 他改编文学作品的话 就是 这一类 通俗的作品之外的 另外一种可能性 也就是 等于是 做一个实验 所以在 大概 七零年代 到六零年代 七零到八零 这个 改编文学作品的风气 慢慢地 兴起 白景瑞改编的作品呢 包括这个 陈映珍的 江君族 江君族的故事呢 写 写一个 外省老兵 跟一个 本省姑娘的 这个 爱情 那 白景瑞呢 就把 江君族改编成 再见阿朗 这是 1970的作品 然后 他又改编了 白先勇的 这个 金大班的 最后一页 下个礼拜 我们就会看 乡图 不是下个礼拜 就是 等这个 这三周 结束以后 我们就会 看这个 所谓的 乡图文学的作品了 到时候 同学就可以 做一个比较 现代派跟乡图派 有什么差距 今天的演讲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什么 问题 上一次 有一位同学 就是 他不好意思 当众问问题 他就问 这个 色界 那个电影 那个床戏 有什么意义 他说 这有点尴尬的问题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是尴尬的 因为文学作品 是描写人生 性爱也是 人生的一部分 那么 为什么 电影里面 有那么冗长的 这个 性爱的 这个场面 而且 每一次的 这个 性爱的场景 大概 男女主角的 那个姿态都不太一样 姿势不太一样 你要怎么解读 我想每一个观众 都可以 有自己的看法 那么 我有一位 同事 他的解读 就是说 这三次 不同的 这个 性爱的姿态呢 就表现出来 这个 王家之 他从一个 被动 被强迫 被虐待的 有受虐狂的 好像有受虐狂的 那种 性爱的伴侣 慢慢的 变成 就是 他采取主动 采取上位 就是看你怎么去解释了 另外一种解释 就是说 在这个 性爱的 赤裸裸的 这个场景里面 这个 间谍 跟这个 汉奸 两个人的身份 都 这种 外加的身份 都不存在了 两个人 就是赤裸裸的 两个男女 所以 他们的 自我就浮现了 那么这是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 王家之最后 为什么 选择了 他自己的 做了他自己的选择 而不是 变成这个 这个 间谍戏码的 这个工具呢 因为他找到了真我 这是一种解释 好 那么 其实 李安 拍这三场床戏 并不是很划算 因为 这三场床戏 让这部戏 变成是 就是 R级的电影 那么在美国的话 R级的电影是 18岁以下 是不能进戏院看的 所以 他反而就是 影响他的票房 所以 他之所以会有 这么激烈的床戏 在里面 那我想 他有 导演 他有 特别的用意 那当然就是要 解释 为什么王家之 在小说里面说 每次跟 易先生在一起 都像洗了一次 热水澡 这表示他们的 性爱的激烈 那么 电影 就把它图像化了 好 那么 假如大家目前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准备 去做 讨论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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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